陈叶芝在儿子圣洁出生后不久 就和丈夫离婚了 为了争取儿子的抚养权 他选择净身出户 可是陈叶芝怎么都没有想到 就在圣洁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班主任突然找到他说 你们家圣洁从来不跟任何人说话 而且每次考试的时候 次次得零分 陈叶芝一听 赶紧带孩子去做了专业的治理测试 检测结果是极度的 麻烦这是一棵月的 第二棵篇 大学回答 根本是个人 iPhone 三棵地 三棵地 海后 部门 也就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圣洁被确诊为重度精神疾病 极度弱智 重度精神疾病 面对接连的打击 陈叶芝虽然伤心欲绝 却并没有倒下 她告诉自己 作为妈妈 我应该给儿子做一个好榜样 从那以后 为了弄清圣洁的极端病情 她接触了心理学 学会了如何和圣洁更好的相处 为了纠正圣洁握笔的姿势 陈叶芝带着她一起学钢琴 为了替圣洁完成因病症 一直未能完成的学业 陈叶芝甚至拿到了 同济大学的博士学位 圣洁也在妈妈的影响下 基本实现了生活自理 因为儿子最大的爱好 是听音乐 唱歌